各位同学好 我们来复习光的干涉 光的干涉在一年级的时候有看过现象 但是我们没有把公式定量的写出 那到了三年级我们就要把公式写出来 那首先呢是复习一下这个光的干涉现象 有两个狭缝 这叫双狭缝 那同调的光穿过这两个狭缝 那这时候在荧幕上就会有稳定的干涉条纹 明暗相间的干涉条纹 那同调就是同频率 同频率的话干涉条纹才会稳定 才会持续是同样的干涉状态 才会同样是波峰遇到波峰 或是波谷遇到波谷 或是波峰遇到波谷 或是稳定 那同向倒是不一定要同向 只需要两个波源之间的相位差是固定的 这样就可以有稳定的干涉条纹 两个波源之间的相位差 不随时间改变 这样就会有稳定的干涉条纹 当然还要先频率相同 好那 怎么会发生干涉呢 是看它的波层差 就像水波的干涉一样 那我们把S1到P和S2到P 画在下面 光线走S1到P 光波走S1到P 和S2到P的距离差 的路程差就称为光层差 它会决定干涉的条件 例如我们画的这个例子 从S1到P是两个波长 从S2到P是2 又二分之一个波长 那我们就发现 S1到P是波峰 S2到P是波谷 所以S1在P和S2在P 这个干涉的结果 是波害性干涉 也就是说跟水波的干涉类似 只要是光层差 差半个波长的基数倍 差1分之1Lambda 或是1又1分之1Lambda 或是2又1分之1Lambda 3又1分之1Lambda 就会是在P点 破坏性干涉 那反过来说 如果是差整数倍的波长 波层差 光层差 如果是差 一个Lambda 或两个Lambda 或三个Lambda 这样就是建设性干涉 跟水波的干涉一样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用几何关系来找出 这个公式 先稍微介绍一下符号 这个狭凤 狭凤之间的距离 叫做小猪 小猪 那狭凤到荧幕的距离叫L 狭凤到荧幕的距离叫L 然后P点 我们以这个狭凤的中间 然后到荧幕 这个垂直距离叫做L 然后到荧幕的这个位置 荧幕的中心 称为Y等于0 它的对面就是狭凤的中心 那P点就在Y的位置 P点在Y的位置 好 那么 这时候呢 我们在中间再画一条辅助线 在狭凤的中心 向P点 画一条辅助线 然后这个辅助线跟L夹了θ角 也就是说 P点在狭凤的往左或往右θ角 因为往左往右或是往上往下 是对称的 上下对称 好那接下来呢 就要用一些近似的条件 首先呢 这个我们观察上呢 会发现 P点所在的这个位置Y呢 它远小于 狭凤到荧幕的距离L 就是Y会远小于L 因为实际上去观察 雷射笔穿过双狭凤 在荧幕上的这个 这个干涉条纹 大概也是几公分或是十公分 就是从教室后方 然后用雷射笔穿过双狭凤 照射到教室前方的墙壁上 这个P点 干涉的这个范围 大约也是十几公分左右 可是我们是教室后方往教室前方照 所以狭凤跟教室前方的墙壁 距离可能有十公尺 所以Y有可能是十公分 可是L可能是十公尺啊 所以Y就远小于L 差个一千倍吧 一百倍 一百倍 好那所以近似关系就是 Y会远小于L 然后进一步会可以说 S1到P和S2到P会很接近平行光 很接近但不是真的平行光 因为如果S1到P S2到P是这样的话 那这两道光就比较不平行 可是如果说P点在很远的地方 S1到P S2到P 就会越来越接近平行 P点在更远的地方 S1到P S2到P 这样就会越接近平行 所以P点越远 那S1P和S2P 就越接近平行光 然后这时候呢 它的波层差就可以这样表示 我们看第二张图 当S1到P和S2到P 他们这个 就是S1到P和S2到P的这两段光层 是平行的话 那他们这两段光层的长度会一样 长度会一样 因为我们把它想象成 两边都延伸到无穷远处 两边都延伸到无穷远 非常远的意思 那所以这两段 就可以 视为一样长 那多出来走的 S2P 多出来的就是这段 所以多走的这段 就像我们前面的这段一样 就是所谓的 光层差 然后 这个光层差可以用 小凤先去租 乘上某个三角函数 来表示 那这就会用到 我们刚刚画的这条辅助线 我们刚画的辅助线 是从小凤的终点 画像P 所以在右边这张图来说 也是从小凤的终点画像P 然后 这条线跟水平线的夹角 就是SETA 这样子 那从我们的 从我们这张图呢 我们就可以做一些 几何关系的判断 首先就是 狭凤终点到P这条蓝色线 这条蓝色线 跟S2P是平行 所以这个SETA角 它的内错角 在对面 这里是SETA 然后呢 这里这个三角形呢 又跟上面这个三角形 是相似 它们共用一个角 共用下方这个角 然后它们又是 都是直角三角形 所以 这个SETA角 也会等于上方的这个SETA角 同学可以自己暂停看一下 看看 这个下面这个角 是不是等于上面这个角 好 那 这个角度也是SETA的话 就可以把 波乘差表达为 狭凤兼具珠的 SETA值 所以 大珠 光乘差 就可以写成 狭凤兼具珠乘上SETA 好 那接下来再利用 近似 就是我们刚刚说 Y很小 远小于 远小于荧幕的距离L 然后这样的情况下呢 也会导致SETA很小 因为 L如果 远大于Y 我们这里画的是比较夸张 就Y跟L差不多 可是实际上L是 10公尺 Y可能只有 10公分 这个是Y 10公分 这L是10公尺 那这样的结果就导致 SETA是蛮小的 这也是Y 这也是L L是公尺 Y是公分 等级 所以 SETA是很小的 那SETA很小的话 从三角函数来说 正旋值就会跟正切值 差不多 再SETA就会约等于TG 在SETA很小的时候成立 因为可以这样看 TG是cos3 SETA很小的时候分母会很接近于1 这样子 然后这时候再配合我们右边这张图呢 就可以把TG 把它写成L分之Y 应该是中间这张图啦 配合中间这张图 我们就可以把TG写成L分之Y 对不对 L分之Y 所以这里就差不多了 我们一方面把光层X表达为霞凤间距sinSETA 然后可是一方面我们又说sinSETA可以近视为L分之Y 所以最后就可以写成光层X就等于霞凤间距的sinSETA值 然后也约等于把sinSETA换成L分之Y 就等于霞凤间距乘上L分之Y 那我们的目标是要找出P点 找出这个P点在Y位置的干涉情况 或是说建设性干涉的 建设性干涉会在哪个位置 所以我们的目标是找出建设性干涉或是破坏性干涉 在荧幕上的位置Y 所以我们就把L乘到左边 然后珠也除到左边 所以最后就会变成 这个屏幕上的位置Y 就会等于小珠分之L去乘上光层X 好然后再把刚刚我们复习的光层X给它带进来 带进来珠这边 所以就会变成 当这个屏幕上的Y等于N倍的珠分之L让打 那这时候就是建设性干涉 就是量纹 这个就是合并而已 就是Y等于L小珠分之L乘上光层X 就前面乘上L分之珠 所以这边也是乘上L 珠分之L乘上珠分之L 前面乘上珠分之L 右边也乘上珠分之L 这样 所以就会得到这边的情况 就是如果Y等于N倍的L让打处理珠的话 那这时候Y就是量纹的位置 那如果Y是这个暗波长的 应该说二分之奇数的话 二分之奇数乘上L让打处理珠 L让打处理珠 二分之奇数乘上L让打处理珠 这样就是破坏性干涉的位置 就是暗纹 那这里稍微注意一下 我们圈起来这个橘色的 是二分之奇数 因为二二减一是 一三五七九 那二分之三 二分之五 二分之七 二分之九 所以这个橘色的括号 里面是二分之奇数 那原因是因为我们把这个二分之一 合并到左边来 因为我们希望这个量纹暗纹 后面乘上的这个参数都一样 所以我们就把原本的二分之让打的这个二 把它移到这边来了 所以这就找出了双侠缝干涉的公式 就是Y等于N倍的L分之 N倍的L让打处理珠 这样就是第N量纹 那如果是二分之奇数倍的L让打处理珠 就是第M暗纹 好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 因为上面这个N是整数 所以N等于1 N等于2 N等于3 N等于4 之间的间隔就是一个N 应该说就是1 就是1 所以第一量纹 第二量纹 第三量纹 第四量纹之间的差距 之间的间距 就会是L让打处理珠 这就叫量纹宽度 或是暗纹间距 就是L让打处理珠 好那在萤幕上呢 萤幕上它就会是 有明暗相间的条纹 那我们可以直接来看 看立体 就可以 就可以更清楚的感受 这个公式怎么用 好那就先介绍到这里 谢谢同学